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21年式的Yaris升級無線科技的A34 安卓360 那其實這車友他之前是裝某家的 可能覺得不是很好用 所以又換了我們無線科技的 那我們今天就為大家做的操作 像這樣的小車 不管大車小車有360會比較好 那你現在所看到的是 我們用打方向燈的右邊 右四 左邊 左四 左邊的3D 那如果你想要變成就是 打左四的時候也可以3D 也是可以2D 你就可以按這邊切換 那我們的那個鏡頭 非常的優秀 因為他其實也是有看 原車裝別家的 他又比較過鏡頭 那我們現在再打個導車協議 試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正在導車 你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齁 還有聲控的功能 我為大家做個示範 打開導航 打開收音機 打開後視 那你看齁 我們在打開後視 他可以直接這邊切換 不會Lag 打開前視 這邊 可以很精準的看到 2D的圖像 那如果要即時回放的話 那如果要即時回放的話 他這個四路的鏡頭 是身上清晰 你也可以把它用在行車紀錄器把它放出來 相當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 這邊有看到 這個車主他原本 裝的 連行車紀錄的影片 都沒有 這些小細節 我們都要幫客戶注意到 那我們一樣是八核心的 我們內建齁 有64G 那實際的 靠掉原廠內建的 你還有 53G可以用 那他另外這個車主啊 他還有另外增加前後行車紀錄器 其實安卓360已經有四路 但是他想要錄聲音 那我們就有 裝無線科技的高清紀錄儀 那你點視窗一下 他還可以切入前後鏡頭 那 前面的畫質是多少 前面的畫質是1080 那後面的畫質是720 我是覺得相當的高清 相當的清楚 非常清澈 大概是這樣 這都可以從這裏內進去設定的 那我們是安卓9.0 4加64G 因為我們剛剛開的 如果你有之前有什麼業務推薦你啊 結果你裝的主機不是那麼好 可能有業務 可能有一些預算上的考量 那你可以 就換新啊 那我們有子母分品 那我們給你的導航網是 我們是導航樂客導航網 正版的A5i 在這邊 不是TM版喔 那在測速照相的提示中 他也非常的多 大概像這樣子 再撥也可以 那DSP的部分 這邊都可以調 好 好 那我們再開個Youtuber 起來看 有人都會問方控 方控 好 按這邊 下一手 這個按鍵他會返回鍵 我覺得還不錯 好 最後 我們來開車出來 我現在打方向燈 現在要開出來了 打開360 這就是無線科技應用在Yaris上面 分享給大家